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大爷 欢迎来到科技美学的大家测首发开箱节目 今天这期节目比较特殊 我先说结论 今天这个产品它并不推荐普通用户购买 主要是行业用户专业用户 如果你的预算比较有限的话 那作为行业应用来说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性价比的 是什么 咱们抓紧来看 好大这个 而且又大又沉 非常的简单明了 这是我们的Surface Studio系列 第二代的升级版本 Surface Studio R Plus 首先这个包装盒确实非常巨大 它是一个两段式的 我们从前边打开 以前咱们经常说包装是花了钱的 这个包装绝对是花了大钱的 用了非常厚实坚硬的泡沫 然后里面一个硕大的好像展台一样的屏幕 接下来这边有说明书 我来看一下它建议我们先把屏幕立起来 意外的轻松 再把这个机器拿出来 这回可就有点重了 好 看看里面还有什么东西 一个三角形的包装 弊端线材 说明之如纸片保修一系列的内容 我们就不再过多赘述 一个巨大的配件盒 原来是键盘鼠标这一套东西 一会咱们再看 好了 看这个形态你就知道 它目前看起来是一个一体机的形态 线材非常的简单 就是一根电源线 其他都没有了 前后都做了精致的封套保护 根据个人经验 线材的长度是2米的线材 而且有一个好处就是以往我们看 很多一体机都是有A端线材和B端 一个硕大的背压器 但是我们看到这台机器完全没有 那等于是这根线材直接连接在机器上 就非常的简洁 好评 来看配件的部分 除了我们常规的两件套 鼠标键盘之外 还有这根Surface Pen 手写笔 每个部分都有贴心的小部件 鼠标拿起来 好轻 回头笔 我们转到机身的背面 巨大的微软的视窗logo 这应该是你能在所有的设备上 现在最大的一个微软的视窗logo了 撕天门时间 咱们一起 那恰好撕完所谓的主机位 我们可以直接看一下它的接口的部分 首先是三个USB的C接口 还有耳机接口 然后中间的电源线位置 看起来微软有强迫症了 然后是两个标准的USB A接口 这相比较于苹果来说的话 肯定是对于现有设备更加友好一点 还有是一个网线接口 两侧不锈钢的支撑臂非常的亮好 终于来到了我们的正面 撕掉这个巨大的贴膜 掀起你的盖头来 撕掉贴膜之后还是相当震撼的 这是一块28英寸的屏幕 其实作为桌面端来说 已经是相当大的了 考虑到后面它能实现的功能 你就会觉得这个屏幕有点夸张 在没点亮的情况下 一体化控制的相当的不错 全屏都是这种黑化的处理 当然它是一个高亮的材质 考虑到后面还有绘画的操作 建议使用的时候 你可能真的得全程戴手套 屏幕比例方面 也是我们办公非常友好的 并不是这种所谓的待遇屏 在你正面对着它的时候 十分的简洁 下方的主机位也很小巧 就好像一个普通的底座的感觉 在底座的部分 还有上下两段位的散热空间孔位 做的还是相当精致的 而且由于你的视觉 其实是看不到后边的支撑臂的 所以感觉真的是一个悬浮的状态 当然不只是视觉上的悬浮 还有体验上的悬浮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侧边你可以看到 这台机器是非常的薄 基本上就是一个标准的 超薄的屏幕的感 那么它的主机端在下方 其实是非常小巧的 除了我们日常作为一个显示器 去观看它的状态 它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状态 也就是书写绘画的状态 此时非常的优雅 如果你觉得优雅 可以把优雅两个字打在弹幕上 我们现在感受这个过程 基本上一颗手指 就可以非常轻松的抬起 放下 我觉得即便是一个小孩子 也可以非常轻松的去操控 这块屏幕 它可以停留在你想要的这个角度 确实这个感觉有这种叫 零重力悬浮屏的感觉 做得非常的棒 其实从当年 这是若干年前了 第一代开始的话 这个屏幕的支架的部分 就给了我们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 那到如今已经发展了几代了 这已经是Surface Studio二代的升级版本 二代Plus这版本 这个零重力的支架 仍旧让人感觉非常的特别 背面的样子 之前我们看Surface平板的更多的是冲过后边的一个平板支架 而这个它的明显难度要大很多 它通过的是这两个零重力的支架来实现的 这个设计满分100 大家来打一个分数 看完主机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配件的部分 首先是键盘 很轻很薄 从侧面看 绝对是比一个硬币要薄很多 那一支是有电池 使用的时候我们只需要抽出来就可以了 电池也采用的是这种磁膝盖的方式 非常方便 也很优雅 键盘部分标准的六行键盘 全尺寸的键位 周边没有任何额外的装饰 甚至连微软自己的logo都非常的隐藏 那整个键盘的感觉 说实话和苹果的全套键盘是有那么点相似的 它采用的是这种薄膜键盘 但是键程明显比苹果要稍高一点 回弹的力度也要稍大一点 鼠标部分仍旧是微软他们家一个标志性的 非常薄的这么一个鼠标 坦白讲对于这个手感 我自己感觉是 它不是特别喜欢 也许有人会喜欢这种比较纤细的感觉 当然在做工质感上面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只不过我自己因为可能工作 以及使用软件的需求 对于滚轮部分需要更多一点的 更宽一点的 这样的话我在频繁按压的时候 手感会更好一点 这个我觉得更适合于平常办公来做使用 Surface Pen也是我们熟悉的老朋友了 作为有源无限比的一个代表的配件 它在过去这些年也是陪伴了Surface走过了全程 在Studio这个家族当中 它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一会我们来体验 严重怀疑微软的设计师 这次是有强迫症 你可以看到在配件的部分 也就是插头的这里 都做了一个很好的隐藏保护贴 我们把它插入的时候 整个线材会严丝合缝的扣在机身的背面这个位置 开关键在机身的右侧还有音量键 点开感觉真的好像是拿了一个超大的Surface在工作 熟悉的微软视窗图标 完全不需要配对 在开机状态下都是一键可以使用的 鼠标和键盘都是如此 那么漫长的 我自己经常吐槽的Win11联网激活过程 我就不给它再展示了 咱们快速略过 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在超大屏幕上进行手势操作 其实这感觉还是非常爽的 感觉在直点匠上的感觉 而在Win11方面 其实针对于手势操作进行了不少的优化 即便我们不使用鼠标 使用手来进行窗口的操作 也比较之前的产品要快捷 方便了很多 不论是单纸操作还是多纸操作 都没有问题 四纸操作三纸操作也进行了优化 你可以在多个程序之间切换 也可以在多个桌面之间切换 以后老板来了 你可以快速的滑到其他屏幕 好了 接下来就是这期视频的难点了 如何把一款3万多接近4万块钱的硬件 描述成一个特别便宜呢 如果以后甲方让你这么说的话 我今天的话你可以拿来参考一下 注意听别眨眼睛 听完下面的话 你会感觉这款3万多的硬件还有点便宜 如何做到非常简单 你只需要找到这个行业里面更贵的产品就可以了 我们知道大屏的绘图屏 目前在全球业界顶尖霸主就是来自于 Walcom的27寸绘图屏 目前售价不到3万5 而在销量方面也有数万台之多 足以见得它在业界的一个统治地位 那需要注意了 这款Walcom它只是一台绘图屏 你需要外接硬件的电脑才能继续工作 当然它有很多业界独家的功能 这里不再过度的赘述 你可以看我们大家测之前的绘图屏体验功能 而微软这款产品则是在性价比上做出了一些工作 首先它是一款28英寸的绘图屏 在提供近似的高压感的同时 还带来了零重类的支架 在价格只贵了1000元的情况下 不止屏幕更大 还白送了一台主机 怎么样这么说完是不是觉得便宜多了 学会的同学可以打一包六 麻烦微软打钱 当然说了这许多 并不是建议普通用户去购买 一定是你对于它有行业绘图需求的 否则的话自己购买肯定是不推荐 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看这款产品的绘画体验 坦白讲经常在A4纸或者是iPad这样的浮面上面画画之后 冷不丁给我这么大一个油画布 操作起来还真的是有点受宠若惊 找按钮都在找半天 脖子来回转 不过大还是真地爽 当然如果你要说服你们老板 给你买这样一台设备进行绘图设计工作的话 那你要考虑一下能否用它创造出那么高的价值 或者你可以提前使用一个超大画布的纸去画一画 坦白讲我画了这一会儿感觉手都酸了有点累 不过索性这台产品可以倾斜摆放在桌面上 有一点人体工学的感觉 所以我在画的时候并不是抬胳膊类 而是来回在纸上左右上下滑动 来回拖动感觉有点累 不过总体来说还是非常爽的 看过了我们刚才的对比 你就应该发现我说的应该是没错的 如果你的预算有限 作为行业用户来说想买一款方方面面都比较不错的 顶级的触控屏绘画屏 那么这款产品确实是性价比之选 相比较于目前的行业老大Walcom来说 它的价格是真的挺便宜的 35000元你就可以买到一个28英寸的超大屏幕绘图屏 在整个的使用的过程当中确实体验相当的不错 除此之外它等于额外还赠送了你一台3060的主机 除了话话之外还可以摸鱼玩个游戏 而如果你是选择专业绘图屏的话 那就只是一个屏幕 你还需要至少额外再花几千块钱 一万块钱去配一个小的主机 所以综合对比下来 微软这款产品是他们家Service系列里面高性价比的一款 如果你是行业用户的话 又预算有限的话可以考虑 OK 这里是科技美学的大家测手画开箱 你还希望看到什么样的产品 欢迎给我们留言 我们稍后为你带来 最后满分100 大家给这款微软的当家旗舰一体机打一个分数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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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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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